顏色的制定 首先同學有拖了一個色碼表上去 或者你們也可以在搜尋 我想網路上這種色碼表太多了 甚至你也可以不一定要用這個色碼表 就是在Office裡面其實你也可以查到顏色 Office你要查顏色也非常簡單 你打開任何一個Office 其實裡面他都會有一個 這個下拉的功能 其實也都可以找到 我有時候都是用這種方式來找 比如說你握的好了 看看裡面的話 那個顏色怎麼查 其實也非常簡單 那也就是說RGB相成的話 可以產生 2的24次方的總顏色啦 因為 2的8次方 就是 2的就是16 16x16x16x16 總共有 1000多種 顏色 那你要產生的話其實非常簡單 只要是下拉選單這邊有沒有 字的顏色或者是填滿顏色 這邊有個什麼 其他色彩 那其他色彩裡面你就點進去之後這邊有個自訂 RGB就有了 比如說你隨便挑一個顏色嘛 這個地方挑一個顏色你會發現有沒有 這邊不是有顏色出來了 好 那這個就是他的數字 只是說他出來的是 10進位的你把它轉成16進位 顏色就出來了 只是要再轉一下 那有一些工具我記得 甚至他出現的就是16進位的 類似像這樣 OK那這個也是可以找到顏色啦 就是把它改成 你用那個 算一下應該可以算得出來 好那另外就是不然就是你用現成的色碼表 那你們自己先挑幾個顏色 那最好是 同一個色系啦 你不要太突兀的顏色 因為其實說真的有美感跟美感真的差很多 一個App 跳出來 這感覺 那個 那個 我不知道你會發現有些國外的網站 那個配色就感覺 就是感覺很專業 那有些網站 一跳出來就感覺 很low的感覺 好像這種很傳統的那種網站 有沒有 其實配色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選好了顏色之後 接下來你要怎麼樣把它放 到我們的 就是比如說標題 還有裡面的這些顏色 然後我是隨便挑幾個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你直接點這個 然後在上面直接 Key 我前面是教各位 在什麼呢 在那個Test Color裡面 這個標籤 就選 任何的元件 然後呢 在它的屬性標籤裡面有個Test Color Test Color裡面的話 當然最 最簡單的方法就直接敲 那敲的顏色就是16鏡位 你可以打一個T 開頭 那如果紅色的話就是 FF 00 00 00 這樣子 OK 然後按個Enter 上面就變紅色了 有沒有 直接就 套顏色上去 但是呢 這種方式 也跟前面 自己打字上去一樣 到底 自己打字上去他其實不建議 他希望你怎麼樣把字 不要放在 這個上面 而放在哪裡呢 放在資源檔裡面 自串資源檔裡面 也就是說呢 你有第一種方式 不要敲在這裡 敲在哪裡呢 敲在Stream裡面 把它當一個什麼 當一個自串來處理 也就是說呢 你可以在這邊有沒有 建一個 比如說我要一個 深綠色的 我從那個色碼表裡面找到 那 深綠色的 這個名稱我叫做Duck Green好了 然後呢 它的Value是這個 色碼表裡面 把它直接 Ctrl C,Ctrl V貼上 但是特別注意喔 我在選的時候喔 我是選的是 Add的時候有沒有 那比如說我給他 他會問我 那如果是自串 是Stream 沒錯嘛 可是呢 我們顏色應該挑哪一個 其實我們直覺會 認為是用 Color 對不對 不過我印象中 Color好像會出不來 會出不來 這裡的話呢 記得就是要挑這個 Drobo 要挑Drobo 顏色才會出現 顏色才會出現 這個我想試試看 之前好像我也 有試過 是用Color還是 Drobo Drobo是確定OK 可是Color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不確定能不能跳出來 那也就是這個前面是一個類別 那我們這邊用一個Drobo 然後按一個確定之後的話 特別之外是Drobo 然後呢給他一個顏色 就分別呢把 就是我這個顏色 打上去 然後給一個Value 其他顏色都可以建起來 不過這有個缺點 這個缺點是什麼 這個缺點就是說 我們先直接來弄一下 直接 Save之後有沒有 那你可以看到呢這個時候 你在選那個 把它改成什麼 我們那個Dark Green的時候 你點它 這邊要點旁邊那個小小的按鈕 接下來的話呢找到一個什麼 找到 Drobo 這邊就要幫你放在Drobo裡面 因為這裡面沒有一個Color的分類 所以呢 你也找不到Color 所以 它這個分類呢 固定的分類就是這幾項 沒有Color 所以呢你放在Color那個類別 它會出不來 OK所以 記得要放在Drobo那個類別裡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不就有個Dark 不一定就出來了 而且 好像 會有個預覽的顏色 旁邊這邊就會有個預覽顏色 可以讓你知道 所以也就是說 你們在 同一組同學 就可以定義出一個 你們的射馬表 然後可以放在某個地方 讓人家可以複製貼上 就是XML的檔案 複製貼上 每個人射馬表都一樣 再開始 再開始動作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你做出來 每個人定義的顏色都不一樣 OK 再來的話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它的顏色就套用上去了 有沒有 馬上套用上去 就類似像這樣 但是 這個方法 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你變成顏色 跟什麼呢 跟字串 都混在一起 那有 有的是顏色 有的是字串 其實會很連亂 所以我建議各位了 將來如果要建一個射馬表的話 請各位建議 再來看一下 我這邊有一個 再來延伸 請各位 在你的Values裡面 建一個什麼呢 建一個Color 或者叫Color加S Colors的 XML檔 然後呢 你就直接 建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按右鍵 跟前面一樣 新建什麼 Enjoy XML File 然後名稱的話呢 你就取得叫Color 或者叫Color加S 也可以啦 Colors OK 那建立好之後 建立之後的話 就把所有的顏色呢 通通都放在 這個Color 其實 這個等同就是說 將來你的顏色呢 我就把它放好幾個啦 看你要放幾個 有沒有 將來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這個Color 點XML檔 怎麼樣 就是如果同的team 你們就乾脆用共用 以後要用的話 你就把它複製貼過來就可以了 以後的話 你們就 有一個共同的射馬表 OK 類似像這樣的方式 我想各位試試看 那射馬表的話 我是用了幾個 最後再把它 再把它套用上去 所以選了之後 每一個都可以選 選了之後的話 記得點一下 Test Color 點下去 那因為我射馬表裡面有的 它就會列出來 比如我選這一個 按確定 顏色就套用上去了 OK 那這裡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如何建立那個 顏色的 射馬的一個 自傳支援檔 那以後的話 我們的顏色就可以 把它放在同一個 XML檔案做管理 1 3 6 6 6 7 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